资本也是特容易感冒的 今天好明天不好 这么多年 一会儿来一会儿走 今天为这个原因来 明天那个原因走 这都是屡见不鲜的 这是没什么可奇怪的 就是只要中国经济还这么重要 世界资本就一定要来中国 是只要全世界人愿意多来中国 那就一定会多来香港